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美艳如果可以share人的话,就是迪丽热巴 期待宠爱剧场热巴,杨子的新剧 优酷的宠爱剧场也不落下风 小编印象最深的一部就是爵士甜剧东宫了 最近发现宠爱剧场后面新出的几部剧都挺有看透的 是我喜欢的帅哥美女和剧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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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酷这是要放大招啊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电视剧即将上新吧 杨子的古装剧《沉香如谢》,质量值得期待 话说杨子出演《沉香如谢》这部古装剧还闹出了一点小风波 在本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杨子好像是被公司拉着当了女主角 之前网传《沉香如谢》的女主角是景田,连试装照都流出来了 不过杨子本人的出演,绝对就是质量保障啊 从大火的现代田剧《亲爱的》、《热爱的》到《小豹一把》的古装仙侠剧相密沉沉浸如霜 杨子完全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非常神奇的是,杨子不仅演技挺好 光是哭戏就能演出不少花样 和许多男演员都挺有CP感的 《沉香如谢》又是一部极诗意 女追男,虐恋情结于一体的仙侠剧 不知不觉想到了琉璃 放出来的预告片还挺令人期待的 这部剧的浮化倒真的还挺养眼的 杨子好好看哈哈哈哈 杨子射箭时闭眼的动作 真的好娇俏,陷进去了 不过诚意的浮化倒真的跟琉璃里还挺像的 期待迪丽热巴和任加伦的与君出相识 前段时间才刚被迪丽热巴的精致如《爱剑模的》的精致颜值给惊艳道 美女真的太好看了 迪丽热巴这次的装发绝了 谁不喜欢看美女和帅哥演戏呢 哈哈哈哈哈哈 特别是任加伦演技还不错 我看了介绍才知道 与君出相识的原作是《九路飞香》的《玉交记》 姐妹们,冲着这个必须冲一把 更加期待这部剧了 《九路飞香》的小说真的挺好看的 推荐大家去看哇 与君出相识讲的是作为玉灵师的女主纪云和 与娇人常译,突破世俗偏见中成眷属的故事 算是古装神话剧 不过,在微博上看过任加伦芙芙蓉出水的一些小花絮 好像任加伦有穿胸肌皮套之类的 也不知道这部剧内容咋样 陈飞宇不良少年与乖乖女之恋 打火机与公主群电视剧的原作真的挺伤的 有那么点青春疼痛文学的感觉了 我真是太爱不良少年和乖乖女这种俗套的爱情故事了 陈飞宇和张静怡这对高颜值组合真的还挺符合原著描写的 陈飞宇的黄毛造型,只能让人为颜值折腰 打火机与公主群讲述的是乖乖女朱运 开始使大学生活,遇到了坏小子李寻 在相互接触之下,爱情开始萌动 在冲破家庭差异等重重现实因素之下 两人走到了一起 没想到,两人未来的感情之路更加艰难 小说里男女主都是挺聪明的人,不过阴差阳错男主打伤人之后坐牢了 出来后才与女主再续前缘,也是一盆狗解虐恋啊 不过我喜欢 希望这些电视剧快点出来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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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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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